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这是在下什么棋呀 没下过捉鹿棋 你可是错过了人生至宝 坐对边去 老夫一步步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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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神祭坛吗 那是禁猎区 属于山中鬼神管辖 四周禁伐禁猎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听闻那儿有些稀有的药草 想采些给仙儿治病 质物一步步教你 那儿有些人生肺炎的一步步教你 是哪儿有些人生肺炎 那儿有些人生肺炎 多谢王兄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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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真把我当烤乳猪了 香儿 你知道你的香囊里面 都有些什么吗 有白纸 木析 迷屋和霍香 原来你是只 自带香料的烤乳猪啊 阿兄 现在香囊在你那儿吧 是啊 帮你收得好好的呢 你在这家里的香料呢 来呀 休养 猎物上门了 这是一天 你在这家里的那儿 插 想和你的 优优 优优 叶子 叶子 狼群真的变多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们不会也是冲着我来的吧 不是的 这匹狼只是普通的山巾野怪而已 况且现在带着香料的人 可是我呢 阿兄是带着香料的 小羊 来 来 来 小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伴 休养 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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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是很漂亮 不过这枚符印恐怕不太寻常 披郎叼着这枚符印 为什么 阿兄你看 那的雕刻 这儿就是王兄所说的地方了 鬼神祭坛应该就在这扇门后 阿兄 这形状跟刚刚的符印好像 带我确实在这枚符印 得再找到另外两枚符印 符印是被外力撬掉的 是人 还是不是人类的 不是人类的族印 也不像动物的 恐怕是妖魔 妖魔 妖魔撬下了符印 足迹一路往外去 大概被带走了 走 咱们去瞧瞧 可能还有一窝狼崽子 这儿是他们的寿力区 待会儿小心点 阿兄 你怎么知道的 看脚印 脚印 只要细心观察 脚印会告诉你很多事情 阿兄教你啊 观察步宽和步伏 计算目标的体型和数量 还有 观察痕迹深浅和艰距 测定 好复杂 我怎么都看不出来 阿兄这些年在山里 可不是白混的 阿兄 阿兄 他们 没事 几只小妖魔罢了 可是 香儿别担心 阿兄的身手啊 打这些疲劳 就像打小狗一样 那 那我也来帮忙 好 那香儿帮我 鼓尽诸威 修药 四周找找吧 奇怪 怎么只有一枚 会不会在别的地方 像是 被藏到其他巢穴 有可能 再找找吧 是人类的足迹 有人在我们之前来过这里 说不准被他拿走了 该不会就是王兄说的那名 绿衣女子 不像女子的足迹啊 去看看就知道了 走吧 这些是他们搜集过来的吗 估计是因为闪闪发亮的 便带回巢穴了 怪不得 门上的府印会被抓下来 这人走得有点匆忙 看来他是趁狼群外出石 进了狼穴 真狡猾 咱们不也是 不太妙 有几头匹狼追踪他 阿兄你看 他 死了吗 是披狼 这齿痕 恐怕是个大家伙 狼群最为记恨 这人闯进狼穴 留下了气味 披狼必定与他不死不休 那我们不也被盯上了 事情办妥 我们就赶紧离开此地 远走高飞 对 没有福印 他身上什么也没有 难道被人洗劫了 有人来过 走 这父亲来往的足迹太多 便认不出来了 约摸士进村了吧 进去探探消息 阿兄 要不就算了吧 香儿 怎么了 我觉得 现在这样也挺好 不会咳嗽 也不会累 还不用喝苦药呢 香儿 还没找到鬼神祭坛 阿兄就已经对付了 这么多的妖魔 我知道阿兄武艺高强 可这样一路打杀下去 也不是办法 你看 村外那人 傻丫头 瞎操心哪 你阿兄我呀 阿兄 我是说认真的 香儿 你听我说 好 阿兄已经答应那位大王 要去商山找莫者 是 阿兄也答应过 要好好照顾你 嗯 既然两件事都还没办到 就没有半途而飞的道理 可是 君子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是吧 可不能让你阿兄做了小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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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懂 这 救命啊 不好 有妖魔 救命啊 阿兄 阿兄 用那个 不行 阿兄 阿兄 害羊 岳 阿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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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继 在 回报 禀文书将军 防线已经部署完成 但是 说吧 妖魔石头阵亡 又来得诡异 属下斗胆 请将军先带弟兄们撤退 到菜阳河里面 和博生将军会合 重振齐鼓 我为将军断后 不可 将军 再不走的话 就无路可退了 你看 我们背后是什么 是玉水 是百姓 在我等身后 就是百姓 陆林军可以撤退 百姓又能退到哪儿去 我等死守不退 并不是因为无路可退 而是有着不能后退的理由 文书将军 我等誓死追随将军 绝不后退 追随将军 绝不后退 追随将军 绝不后退 绝不后退 你刚刚说得不错 确实需要去蔡阳求援 然而 目前光是维持防线 就已捉襟见肘了 实在无法分出人手突围 大人 我可以试试 这位兄弟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自是有些记忆傍身的 这 好 阁下如何成虎 聂阳太史昭 自子叙 就拜托你了 子叙 到蔡阳 找我兄长刘伯生 好 走 为太史兄弟开路 阿兄 你当真要去突围 没事的 别担心 待会儿跟紧了 情况紧急的话 我会出手的 下去沿着河走 就回到蔡阳了 万事小心 拜托了 明白 必不负所托 好 立阵 上行 放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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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姑娘危险 来 打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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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屁郎是不是 不是 可是 我说不是就不是 羞影 阿兄刚刚好冲动 在浴水的时候 阿兄等会儿走 怎么说呢 有点被文殊将军感动了 他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还以为阿兄不信任他 就像天术里的大王一样 那大王被关在机关屋里 被发射何来临 谁知道他是做了什么才被关起来 不过 确实是有些莽撞的 连累你一起深陷险境 对不起 不会 阿兄刚刚好 我又是有些记忆傍身的 嗯哼 修雅 好大一头皮狼 这不是皮狼是蝎狙 小心了 羞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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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修 为什么你在御水的时候 不用天说之力救人 不是不用是不能用 皮狼早就可以杀了他的 故意留他一口气求救 狼性狡猾 按着猎物不杀 必定有诈 难道 难道第二头皮狼 早早就在旁边埋伏了吗 原末是的 疫情涂 什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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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这就是什么是什么事? 诸位勿忧 有我刘伯生和陆林军在此 妖魔若敢来犯 不准他们有来无回 白天呢 大伙好好种田 打猎 晚上回家呢 就好好操 操持家务 妖魔的事情就交给我刘伯生 大家散了吧 伯生将军 兄弟有事 御水遭袭 妖魔为村 文书他们没事吧 目前是守着 但妖魔势众 文书将军前我求援 多谢你了 这位 聂阳太史昭 自子叙 好 多谢太史兄弟了 兄弟们 是 兵发欲水 随我来 是 走吧 我们也回去 还回去吗 就伯生将军带的这些人 恐怕他们会打得很吃力 况且 我们也还没拿到福印 刘家两位将军给人的感觉差好多 真不像是兄弟呢 而且 都没什么将军的架子 陆林军起于草马 自然没有朝廷那种官家做派 博生粗犯爽朗 文书温和果决 说是将军 倒更像林家的兄长 阿雄说的 好像见过很多将军似的 那是 我去做掉头狼 狼群就不攻自愧了 将军不可以身犯险啊 是啊 肯定还有别的法子 再拖拉下去 玉水就要失手了 除了我留伯生 你们谁爬得上去 这 就算爬上去了 你们谁杀得掉那头盐卢 我可以 太史兄弟 你怎么也来了 来助将军一臂之力 能行吗 这事可不能开玩笑 将军难道不信文书将军的眼光吗 好 就麻烦你了 等接近骨仓 我们就对狼群发起攻击 给你打个掩护 大门都坏了 真的得爬进去了 阿兄没问题的 毕竟阿兄也是有记忆傍身的人 你 什么嘛 阿兄 他在那山头上 好 咱们绕路过去 杀他个措手不及 那头盐卢 看起来好吓人 嘶 哟 阿修 阿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老丈啊 这是打算去哪儿发财 是刘大人哪 还能去哪儿啊 您御水这儿就是宝地呀 刚刚妖魔袭击 你这摊子也受了损伤 我让几名弟兄过来帮忙 助你早些重见 那怎么好意思 如此劳烦刘大人 举手之劳而已 你也给子叙一点方便 如何 也不白要你的 给个十惠点的价格吧 行 三百 子叙 你救了我兄弟和御水的百姓 一点答谢 请千万不要推辞 我确实有急需 就 确之不公了 好 文书将军 博生将军有请 还有军务在身 适陪 仙儿 我们走 等待会儿 就 remed time 给子 ratt腹 很 又